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甚至引起印极车道堵塞 造成印极车道解不了极的尴尬境地 将从警察为了解决印极车道被占用的问题 专门配备新武器无人机 开始不守规矩的朋友要收敛了 最近这款新武器无人机于近日在江苏省开始执行任务 据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公布的消息称 无人机深空查处 高清探头招拍等方式 正在春节长假前五天开始启用的 已经查处违法占用印极车道总计2060起 之前 交警查处违法占用印极车道的方式样数很多 比如用监控探头方式 仅在装备监控的路段 起到了防止随意占用印极车道的现象 但没装备监控的路段 问题依然严重 再比如交警同志抓拍取证 现在抓拍都为偷拍 经常引起网友们吐槽 交警同志不能光明正当的执法 还有湖北告诉交警 运用便携式预警巡逻机器人 查处占用印极车道的车辆等等 但总体来说 上述解决问题的效果实在差强人意 这主要与我国驾驶人员手法一时差 正常钻空子手法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我国车量众多 经历再多也不够用 监控装备都是定点监控 而且数量有限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财力实现全范围 全时段全天候实施监控 无人机查处占用印极车道的问题 优势很明显 一是无人机沿路巡查 遇到问题直接拍摄 上传交通指挥中心 取证毫无问题 二是无人机适与广 飞行速度快 自然监督效率极高 能够有效的威慑驾驶员 占用印极车道的行为 三是无人机巡逻方式 能够有效 提高交警人员的工作效率 可以说 无人机巡逻是执法印极车道 光达驾驶朋友们 开车手规矩 准没错